接下來,我們是針對第四題的部分,成績欄位 他說要把這個公式答對幾題乘上10分 一樣是要對應到F1裡面 公式應該蠻可以理解的 就是等於這個答對的題數乘上F10 一樣,因為我要向下填滿 在1前面加一個淺的符號 這樣應該就OK了 打勾,向下填滿,算出來了 成績馬上全部算完了 所以根據答對的題數,就可以算出成績了 應該不難理解 可能會比較容易出錯 就是說,你這個10分一定要指向F1 你不能自己打,你不能說這邊自己打個10 當然,結果一樣 可是,證照考試就不會認為你是錯的 OK,好,這個地方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這個第四題就完成 再來就是第五題 第五題比較簡單 A2到AA300 所有的框線要設定為這個 有一個,叫橄欖綠,輻射5 然後最細實線 而且跟你講位置在哪邊 所以第一個,把A2 A2在哪裡 A2在這裡 A2儲存格 然後選到AA300 那怎麼選 以前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不過它是沒辦法直接讓你選到底 所以我的做法是,如果你Ctrl Shift向右沒辦法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Shift鍵 再去選最下面這個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是 找到AA,AA在這裡 AA300 300的話在最下面 所以往下捲動 在這裡 AA300 那你可以按Shift鍵之後呢 再去點選AA300 Shift鍵按住 AA300 好,這樣OK了 選完之後呢 再設定它的框線 常用裡面有沒有 這邊有個框線 那框線的話 請你找到這個框線的其他框線 然後它的題目是要什麼 要把這個什麼呢 所有的框線 設定為這個的最細實線 所以先找到顏色 顏色是這邊,色彩 來看看 感染率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 感染率 輻射五 輻射五應該是隔壁吧 輻射五這個 OK 有沒有 較前80% 有沒有較前80% 沒有 它沒有80% 所以 應該是上面的一個 所以 100%應該是這個 所以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 沒錯 感染率 輻射五 選它 選顏色 第二個的話 選最細 最細它跟你講說是這個 OK 然後它說所有的框線 我看 所有框線 所有框線指的是 內框跟外框 兩個都所有 所以先點一下外框 再點一下內框 這樣的話 它所有框線就完成了 OK 特別是有 所以 步驟大概就是這樣 先選色彩 1 再選線條2 再選外框3 再選4 反正1、2、3、4 這樣應該OK 按確定 框線畫完了 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應該還有 好像還有一題吧 我看一下 再來就是說 標題儲存格 A2到A3 內框線 設為這個 所以 只有內框線 其他沒有 白色的 背檢1 跟最希使 所以先選方法 A2 A2 是在 往上移 A2 移到這邊 這個 A2 然後再到 最下 最後面這個 應該A3 按序錄鍵 把這個選起來 A2 A2 到A3 內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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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裡面 所以我們一樣 先選顏色 所以 一樣選這一個 選到 它的顏色是 白色的這一個 白色背景1 好 再選什麼呢 再選 最細實線 最細實線 一樣是這個 白色感覺好像很怪怪 看不太清楚 所以 1 2 不用3 直接試 內線的這個 點一下 裡面的線不見了 效果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是 裡面的線不見而已 按確定 所以你會看到 裡面的這些線都變白色了 底下的都還是保持是感染綠 OK 所以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你們做完之後呢 請你把它另存心檔 位置 就原來位置 存成106A好了 把這個存成106A 前面加一個EX EX 106A 儲存 這樣這題就完成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畫給各位 給大家 多少 但 櫃子 等